登登 在纏綿過後的味道 的味道 的餘韻 我跟你講 真的 真的 超好看耶 自己沒有 就是完全另外一個你 真假的 不好意思 燒到你 今天來囉來囉 收集了兩個月的商品 首先我先介紹一下我的唇膏 我唇膏最近真的很多人在問 我在義大利買的 Mac 色號是67號 它的這個啊 超級不會掉色 你擦的時候它是濕濕的 但它們好像可以變乾 霧面唇彩 看我自己的妝容 我想要今天酷一點啊 時尚一點 我就是 只有這樣子 但如果我想要再juicy一點的話 我就再擦一個透明的 juicy的唇蜜 第二東西 不得了 大家 登登 我跟你講我發動態 一發動去暴動 大家一看還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是看到小紅書上面 很多女生教學啊 變漂亮啊什麼 我就看到一個 怎麼樣調整自己的體態 然後就有 變成一個十字的杆子 放在背後 然後這樣子 看到嗎 這樣 有時候這樣子 看電視啊 不用用手的時間 你這樣放個20到30分鐘 不用 可能10分鐘就超有感 你一放下來 你看喔 坐姿馬上變挺 有時候我們很容易駝背嘛 很多時候是因為 我們的講話的方向 跟我們的視覺 可是如果我們整個 像中間有一條繩這樣 往上拉的時候 你的人就會這樣 脊椎被拉起來 那就很需要一個 就這種杆子 幫你把它拉起來 我一開始想說 這種東西有用嗎 一定是噱頭 後來我看到蝦皮上面有賣 很好入手 你猜多少錢 189之類 200元 不好用 我可以就是試試看 結果超好用 後來動態分享的時候 真的有人馬上下單 他去問我說 請問一下這要怎麼收回來 他只這樣轉過來就好 而且他很輕 每一天架個10分鐘 體態馬上變好 變得很有氣質 脖子天鵝緊 整個體態 馬上level好 第二個好問的是 這是我最近的心頭肉 登登 Loebe的001 Woman蛋香水 我第一次聞到它的時候 是在櫃上 它就一整排香水 隨意的大家聞一聞一聞 這個就是一個命定的那種感覺 難以忘懷的那個味道 但我當下真的聞了太多味道 所以沒有特別覺得 一定得要收一個 離開來之後就是念念不忘 後來某一個契機在網路上就看到 所以我直接從它的官網上下單 後來才知道我同事講的 就是他說 這個001號的woman 跟001號的man 它們是打造那個什麼什麼殘眠 在殘眠過後的味道 的味道 的餘韻 我跟你講 真的 你們一講就很像是不是 真的有 你聞聞看 就是那種 就是女生微性感 有種誘惑 誘惑感 你又可以上班噴 你又可以在外面噴 你又可以約會噴 你又可以睡前噴 對 你睡前噴也完全沒有壓力 你上班噴也感覺很專業 我覺得很厲害 這個很好聞耶 很好聞啊 它現在官網的這個100ml是5300 它的包裝外盒也超可愛 它的硬盒我到現在還沒有丟 硬盒包裝這樣 這樣 它輸耶 對 它可以這樣打開硬盒的 如果你有喜歡這些味道的話 你真的 而且它平常整個都 用這麼好看的一個藝術品 很美 推薦給大家 接下來呢 大家都知道我前陣去的 馬爾地夫啊 還去義大利 剛回國 我們品牌就做了一個超大的企劃 直接在海邊 大賽 曝曬 人整個色階就降了一階 今天我們很努力的擦防曬 以前我完全不追求 我現在開始有點想要追求白一點感覺 好像真的一白遮三愁啊 然後是一白就是你整個氣色就變得更好 我就研究各種美白產品 把自己有的都拿出來用 結果我現在用到一個 我覺得真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是OLA新上市的 隔糖素小白瓶 這一瓶超多人推薦 它說它是開架式最有感的 美白精華 針對美白的生理產品 其實要嘛就是保濕度不夠 要嘛就是修護度 沒有被滋潤保養那種感覺 那它是一個 因為它的質地 給大家看一下 它有美白的精華精脆的那種 又美白又扎實感 同時它延展性又非常好 美白水乳液的這種感覺 可是它又是精華 因為它是水精華乳液的那種質地 可以早上晚上兩管 一管這樣滴滴然後脖子 然後整個這樣 臉啊 一定要帶到脖子 這樣脖子色差會很影響 除了像我剛剛說的 沒有美白效果之外 保濕提亮還有解除暗沉 它都能夠全面的照顧到 很適合你知道嗎 就是我這種想要一貫解決很多很多事情的人 效率派 你又想要以美白為主 保濕要到位 不可以有那種熬夜機那種感覺 給它個機會 大家 還有還有它CP值真的很高 我當時也是抱著一個試試看的心態 CP值高之外 其實如果你想要密集的 短期間有效果的話 我同時也推薦他們的面膜跟精華水 可以搭配一起使用 整組的就會非常的有用 那講回來最近為什麼從上想要回歸美白 因為我覺得每一個時期女生追求的漂亮的那個定義不太一樣 像我以前追求金髮 金髮其實就是越金越好看 現在回頭看就覺得 嗯 就是小時候 以前也從來不會追求白 追求胖瘦啊 有肌肉線條等等 不論你是哪一個階段都不要被別人框架 儘管現在最流行什麼樣的體態 什麼樣的膚色 什麼樣的審美觀 都一定要非常清楚知道你自己喜歡什麼樣 譬如我現在就是很清楚知道 我想要變白一點 我就去找這些產品 或是我現在清楚知道我想要成為有氣質的女生 我覺得體態好的女生 或是染黑髮的女生都比較有氣質 我就去跟隨著這樣子 而不是一昧盲目的 啊有氣質的女生就是怎麼樣怎麼樣 你不白就是不好看 你黑就是怎麼樣 你沒有啊有人黑的很美 對啊就是其實你一定要找到自己 喜歡自己的那個樣子 從心裡覺得這樣子是超好看的 而不是一昧的追求別人 下一個大家 我的新枕頭 我印象過很多次了 為什麼他還在我的版面 我只給你15秒 哈哈哈哈 大家這個電腦包我介紹過N次 不行你現在剩下5秒 這個我在介紹的是因為這個人 嗨 這個是他的 某一天他下班他都用這個 我說這個 是哪個牌子了 是你是跟我的團嗎 他說沒有就是跟你的團啊 有這個顏色有這個樣式 這個就是那個類皮革的皮質 蓬蓬的白色 超好看耶 自己又被自己燒到 我自己沒有 皮革白色要收 再給他15秒 雲朵包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的款式 之前呢是橫的嘛 像電腦包一樣 他最著名的就是他的這個磁吸力非常強 那他現在開口是開在另外一邊 直的 是這樣子拎 其實這樣子拎就更像包包 就不會像電腦包 像我今天帶東西來就直接把東西都堵進去 就很像一個手提包 更可愛 最厲害的是他可以把這個收進去 同時又有提袋 或是你可以手提 就是當手拿包 優化的版本是這樣 裡面呢他多了一個夾層 兩個夾層都還有磁吸的功能 一樣他有不同的材料跟不同的顏色 如果你之前有在觀望有雲朵包 你之前遲遲沒有下手 或是你之前下手覺得很棒 他想要再入手幾個 或是推薦給朋友的話 白色的請收 而且你這用過多久啊 很耐髒耶 從你上一團到現在啊 半年了吧 很耐髒你知道他平常吃 等一下爆料時間 接下來的好物呢 直接搬到我們家的廁所 跟大家介紹 我剛洗完頭 正要補充我的 新洗髮精還有護髮素 就一起介紹 這已經是我第三罐 現在是全新的狀態 這一罐呢 是B-Simple這家髮廊 是我御用的設計師 他們後來自己出來開 他們現在是一對夫妻 他們兩個超級講座 一個處女座一個雙女座 在不管是髮型上啊 還是技術上 都對自己有非常多的嚴苛要求 還有細節 所以才跟他們跟了很久 後來他們這幾年 也寄出一個髮品品牌 叫做B-SEN 整體的設計啊 質感都很有他們的風格 這都不搭緊 他們的洗髮精和護髮素 真的很好用 其實他們就是髮廊等級的 所以成分啊 用料啊 研發 就都是髮廊等級 畢竟幾乎每一天都要洗頭 所以要選擇的洗髮精啊 或者是接觸頭皮的任何產品 都一定要非常的把關 Anyway 我現在使髮快速 吹完 跟大家再繼續分享 他們厲害的地方在哪 登登 好了 我剛剛吹完頭髮 我現在故意保持在一個完全沒有輸的情況下 這款洗髮精它有兩大特點 第一個呢就是 它洗完真的很有感的蓬鬆 髮絲啊 它是很治癒很細緻的 因為它的品名就叫 治癒洗髮精 我自己的頭髮是 中等偏一點細軟髮 像我們團隊有人是 完全細軟髮 他們自己也超愛用這罐 上一次我們在辦公室 他就看到這瓶 他說這瓶超好用 還有第三罐 超好用 你說這個 對 超好用 如果你有細軟髮 蓬鬆的款的話 給它一個機會 可以試試看 第二點 我會放進這支影片 也是最大原因呢 就是它的香味 真的超級好聞 重點它是天然的精油味道 它的味道是那種 髮廊裡面 加夠了比較貴的配套方案 它給你的那種高級洗髮精的那種味道 再加上一點SPA療癒 像我們做精油SPA 它會給你那些香氛精油的那種感覺 綜合起來 就是這個味道 超級超級好聞 這一罐是洗髮精 然後另外一罐就是它的護髮 相同等於你在髮廊裡面做護髮 買回家自己護CP值還比較高 想要購買呢 可以在Be Simple他們的髮廊有限下販售 或是他們在官網上面 因為據我說 他們現在還沒有承認他們自己的官網 跟他們講一下 我說髮精影片應該會蠻多人想要買的 如果我有爭取到折扣的話就跟大家講 叮叮 好啦 以上就是本集的 不好意思燒到你 希望你自己也看得很開心 掰掰 哈囉大家好 我是Blare 你以為以為是第二集對吧 我們前面在辦公室講嘛 當中很漂亮 然後用化妝 然後覺得一定要來拍個好物 結果發現好物就是在我家 接下來這東西很厲害 大家發現今天比較頭髮沒有特別saddle 就是因為下一個東西 蛋捲頰 裡面就是這樣有分粗的跟細的 我不是首次接觸到的人 首次接觸到的是我們家製作人 他平常是長這樣 欸 某幾天就要快點長這樣 然後我們想說 欸 你這樣 今天有約會是嗎 你還有時間弄頭髮喔 然後我就很想說 他應該是晚上綁辮子 他還說沒有啦 我最近在用這個蛋捲頰 然後他還說他會開團 我說你要開團 然後來啊 我要測試一下 有一次我就請他帶來辦公室 帶來不得了 我自己都忙到還沒開始用 辦公室的人開始用起來 還對喔 很像法勞 今天我就不妨跟大家說 我今天是第一次 那為什麼我想要放上燒到你了 是因為他一直燒到我 所以我就有請我們家製作人 今天來幫我弄一下頭髮 Yeah 直接美人魚夾 我剛剛已經稍微弄一下了 你是用大捲還是小捲 他就是分兩大捲 你就是浪漫大波浪 對對對 然後小捲是婆婆可愛 那個非常好用的梳子嘛 我那個頭髮要酥一酥 然後分享一下 他在用很好用的髮油 一定要用髮油 是因為太熱 定溫應該很多人都有 我覺得他厲害可以定時 現在設定6秒好了 他就會6秒就叫 哦 按這個時間 他這邊有個螢幕 對 可以顯示6秒8秒4秒 停留在頭髮上的時間嗎 對 沒錯 但是小字沒有 小字面白不夠大 他只有溫度 我先分層 因為呢 累了頭髮真的是太多了 你的髮量多的話呢 可能就要分三層 如果你髮量一般般 就可以分兩層就好 下面的頭髮燙起來 所以你要先把上面夾起來 先弄 內側 直接這樣子壓著 放空 大概4到8 哦 你看有沒有聽到 他有叫 對他有叫 哦 然後就會往下了 所以你可以放空 他自己會有一個叫 對 大隻的可以設定鳥數 這邊呢 他有一個壓頭 所以你就是 這樣壓著 他這邊不會燙 逼了之後 你就打開 然後往下移 不要像 你在夾梨子夾的時候 就這樣滑哦 因為滑的話 你那個捲度就會不減 用一顆頭花多久時間 差不多15分鐘 欸沒有 啊 我跟大家說 平常不是出門前用的 我平常都是睡前 像我頭髮正在進行當中呢 我介紹下一個好物 它是我好朋友的品牌 我已經介紹很多次了 Friends of Butter 大家認識他的時候就是 聖誕創了好朋友 像他剛開始創平牌的時候我就知道他 他們家就是我有儀式感 我的生日派對他幫我辦 聖誕全上面有客製化啊什麼的 後來他們現在出了這個 環保木漿棉 像我們洗碗用的那種海綿 菜瓜布的概念 整體我很推是 一 先看它的視覺 每一個它會很加州風格 菜瓜布真的很難買到好看 這個是又漂亮又環保 木漿棉最近超流行 它就是百分之百可生物降解 孔洞也比較大 所以它透氣的時候也比較避免很多 發霉啊發臭的這種問題 除此之外呢是它再更柔軟一點 加滿水擠乾之後 它的軟軟跟那個美妝蛋那種感覺 都在玻璃杯啊碗盤上面的刮痕 最後一個我很推的是 你收到的時候就是這麼薄這麼薄 加水之後那個加水過程超療癒 慢慢在蓬鬆變超厚的 超可愛的耶 它就是一個 日常在廚房又療癒又漂亮的小東西 最後一個要介紹好物呢 我前幾集的燒到你 有分享到我LEGO的花束 他們又寄了這個蘭花束 超級逼真 但我真的要老實說 這不是我組的 我家就是有一個部長 樂高達人啊 他在中間拼這個蘭花這個裡面的時候 你知道嗎 超搞綱 很大好玩的地方就是 他把裡面你根本外面看不到的細節 全部都設計進去 差一點給大家看 我會怕我組不回去 蘭花盆那個 插花那個海綿 它裡面就把那個海綿做出來 裡面還有附蘭花 那不是有些那個小 對嗎 小草 超逼真 欸 好扯喔 這個蘭花 如果你們家本來就會放一些花當裝置藝術 不想要放真花一直枯萎一直要換的話 就全家或是跟另外一半組花放在家裡 然後又不會凋謝 推薦給大家 完蛋了 快要解體了 登登 哇 漂亮嗎 我到現在沒看過自己 這是完全另外 真假的 好的造型產品 就是你做完造型 你頭髮髮質會看起來更好 以上就是本月的 不好意思收到你 這一次換了比較多場景 不同的東西收大家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收工了 愛見真章了 怎麼會 很像韓團啊 有有有有有 要韻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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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 你不想韻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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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韻 感谢观看